在王牌对王牌节目播出后 李沁和张若云两人便登上热搜 并且这个热搜的事件延续了长达一天的时间 热搜的内容也很简单 不过是张若云在游戏环节结束之后 不小心挽到张若云的胳膊 在察觉到身边的人是张若云之后 李沁立马将手抽回 从整期节目的内容上看 李沁的表现略微有些约束 全程几乎都和宋艺在那一起玩 当然这也可能和李沁并不熟悉 综艺节目的氛围有关系 王牌对王牌这档节目早先便有过一次彩排 而在既定的彩排当中 李沁应当是站在宋艺旁边 也就是和张若云之间隔了一个宋艺 为何李沁会如此避嫌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一方面是因为两人在戏中是一对情侣 另一方面在于张若云的妻子唐一新 正是他的好闺蜜 因为同一个男人而倒 至闺蜜关系破裂的事情不在少数 李沁这一次和好闺蜜的老公 在剧中扮演一对CP 没有一个女人会真的不去在意 若是用避嫌来解释李沁的行为 那么一切就都有了解释 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何李沁在节目中会如此拘束 几乎只活 宋艺一个人接触 关于李沁和张若云的这个热搜存在颇多一点 奇奇并不认为这是有人在蓄意挑拨唐一新和李沁之间的关系 这个事件更像是在遮盖其他的事情 当我们将目光投身于李沁和张若云两人身上时 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 并且若是这是节目组为了炒作而买的热搜 那么持续时间最多不过12个小时 不至于前后两天的时间内 霸占榜首几乎达到24小时 有的人将张若云李沁二人的热搜解释 为某总裁夫人与小三之间的遮羞布 总裁一边在给自己洗白 同时买下张若云李沁二人的热搜转移群众的视线 除了李沁两秒钟完守的热搜之外 关于其他的内容也登上了热搜榜 比如说沈腾的陈萍萍扮相就让人啼笑皆非 总的来说王牌对王牌 这档综艺在上一期展现出相当高的喜剧水平 这档综艺可以说是在极限挑战人员变动之后 最好看的综艺节目 从节目本身的角度来说 邀请到庆余年的原班人马是收视率的保障 作为一部现象级的良心好剧 他的续集合适播出成为观众较为关注的一个点 在这一次的综艺中 田羽表态庆余年二将会在今年年底开机拍摄 并且根据其他主演透露的讯息 续集仍旧会由原班人马进行演绎 这对于观众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除了庆余年二的开机信息之外 其实很多观众还抱有一丝期待 那就是想要看到肖战的出现 只可惜肖战饰演的颜冰云 在第一季之中并不算一个主要的角色 因此他也没有被邀请到这档综艺 或者是没有接受节目组的邀请 以上便是关于这一期王牌对王牌故事的概述 琪琪觉得重点压根不在李庆有没有玩手 因为这件事情压根便不是这一期节目的主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